沈阳市始终把落实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及回头看反馈意见 作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实际行动 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坚持问题导向 把督察及回头看作为落实新发展理念 和解决突出环境问题的检验标尺 并以此为契机全力打造生态环保新格局 北沙河市沈阳市按照第一轮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及回头看反馈意见 重点整改治理的河流之一 三年来 沈阳市紧盯突出问题 全力开展北沙河水体整治 截至2020年 北沙河东阳角断面水质年均值达到地表水四类标准 将在北沙河的上游和下游建两座生活污水出水厂 一万吨和三万吨的将全面接纳沿河的农村的生活污水的处理 近年来 沈阳市加强对督察整改工作的监督和推进力度 成立了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 三十多个市职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为成员的整改工作领导小组 全市省以上考核河流断面累计均值首次实践全部达标 且消除列五类水质 下一步呢 我们将围绕十四五水环境质量这个工作的要求 统筹水资源 水生态 水环境的治理工作 全力加大 工作力度 实施污水收集不短板的工程 巩固黑洲水底整治的成果 截至目前 第一轮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及回头看反馈的三十五项任务 已完成或基本完成三十四项 剩余的大新垃圾厂污染问题 确保2021年年底前按期完成整改 实现问题见底 案件清零 针对第一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即回头看问题整改 沙阳市出台一系列规定办法 建立督察整改制度体系 强化问题整改工作机制 形成一个问题 一名领导 一个团队 一套图表 一抓到底推进体系 建立工作台帐 实行分级亮灯制度和事前预警 倒点督办 延时催办 现场查办的闭环督办机制 本台报道